这事从2011年说起 这一年4月26号下午3点钟左右 吉林省通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王国 刚从外边办案子回来 水还没雇上喝呢 就听见有人呢在那敲门 王国一听平时那一般敲门的都是队里的同事 进来吧 这时候房门就轻轻推开了 门口呢站着一个女人 看着40来岁的年纪吧 穿的挺朴素的 脸上啊显得那么的紧张 王国一下子就愣住了 您是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这个女人呢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怯生生的问了王队一句 请问一下 这里是通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吗 王国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这大姐来了肯定是有事啊 八成是要报案 对 我叫王国 是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大姐 您有什么事 进来说吧 这个大姐呢 看起来心思确实挺重 她呀是想说又不说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国一看 大姐 你是来报案的吧 这话一说 这个大姐扑通一声 就跪在门口了 警察通知 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 她现在受了坏人的骗 落到火坑里了 那些人还逼着她 逼 逼着她 去做见不得人的事 王国赶紧上去 把这大姐就扶起来了 大姐 你快起来 有什么话 坐下来慢慢说 王国把大姐扶起来之后 大姐呢 坐在沙发上 王国这时候啊 拿出了一个本子 大姐 现在我得给你做一份报案笔录 你把事情经过 跟我讲一讲 越细越好 首先是你和你妹妹的名字 还有你们的详细地址 我叫张红 我妹妹呢 叫张萌 我们俩呀 都住在通化县 通化县 你们不是通化室的人呢 那你妹妹 是在哪被拐走的 也是在县里 那么 你怎么不到通化县公安局报案呢 我怕传出去 人家笑话 让人知道了 哎 正要接着往下说 王队呢 把手上的笔就停下了 王队长 您 您怎么不记了呀 大姐啊 公安局接警办案 有一个属地原则 按照规定啊 你应该到通化县公安局去报案 这时候张红的脸上显得非常的失望 王队呢 也有点不忍心了 从张红的穿着打扮上就能看出来 他的家境啊 肯定不富于 大老远的 坐着长途客车来市里报案 确实不容易 想到这儿 王队站起身来 大姐 天色不早了 我开车呀 送你回县里报案 你放心 虽然这件案子不是我经手的 但是请你相信 不管哪里的警察都一定会把你妹妹解救出来 张红这时候眼圈蹭蹭一下就红了 接着就又要给王队跪下 王队赶紧拉住他 咱们呢 还是抓紧时间 正好路上 你也可以跟我说说案情 如果有能帮到你的地方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你知道你妹妹被骗到哪了吧 知道 我妹妹啊 被骗到了 那个什么 安哥拉 嗯 安哥拉 哪个安哥拉 一边说着 张队啊 一边突然的就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来 盯着张红 张红被吓了一跳 就是 就 就外国的安哥拉呗 我也不知道是在哪 好像是在 我听他们说 反正是非洲啊 还是哪的 反正听我妹妹说 那满大街的 都是黑人 这时候 王队也不说话 张红也不知道 出什么事了 王队 要不 要不 我自己回通话报案吧 不麻烦您了 大姐 别去县里了 这件案子呀 还真是只能我来接呀 那么 张萌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 又是怎么被骗去安哥拉的 咱们呢 从头来说 张红 张萌一家 是住在吉林通化县 银龙香绣水村 在大山沟里边 很闭塞 所有老百姓 过得也很穷困 张红啊 早就嫁出去了 日子呢 过得也不富裕 张红的娘家 除了父母之外 就还有这个 没出嫁的妹妹张萌 张萌 当时刚二十出头 中学毕业之后 一直就在家里边务农 帮着父母干农活 因为家庭不好 父亲呢 又得了严重的费病 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日子过得是要多苦 有多苦 可是姐姐张红 也是有心无力啊 妹妹张萌呢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特别懂事 总想着为家里边 分忧解难 他就想着要是有机会 出去打工挣钱去 能贴补家用 可一直没碰上 合适的机会 2011年3月下旬的时候 同村呢 有一个女人叫高秋 她呢 忽然就上门 找到张红了 红子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 没出嫁的妹妹呢 这么着吧 我这有个机会 可以出去到酒店打工去 虽然是端盘子的普通服务员 不过工资很高 加上小费 酒水提成什么的 一个月轻轻松松 挣他个五六千 这高秋呢 是张红的中学同学 几年之前呢 远嫁到了山东青岛 一直没回来过 而这次高秋回乡探亲 不但出手阔绰 浑身上下 那是珠光宝气 整个人现在看起来呢 俨然就是一副太太呀 所以大伙呢 也都在聊 哎呦 你看人高秋啊 也不知道有什么机会 发了什么财了 人嫁了一个什么好丈夫 你看人日子过的 咱羡慕都羡慕不来呀 因为跟高秋呢 认识这么多年了 所以张红对高秋的话呀 是深信不疑 立刻就回家 把妹妹张萌 带到了高秋面前 高秋一看张萌 年纪轻轻 长得又挺漂亮 挺水灵 眼前一亮 一个劲的呀 就跟张萌说 萌萌 我跟你姐啊 是同学 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 啊 我不会骗你的 我这呢 正好也有好机会 你说你这水水灵灵的小姑娘 在村子里边活一辈子 你甘心吗 跟着我 出去之后啊 咱们一个月 挣上那么个五六千 日子不比现在 就舒服多了吗 再者说了 年轻人呢 得出去见见世面 张萌一直就想着 找机会出去打工呢 一听高秋这么说 立马就动了心思了 秋姐 事儿是没问题 不过是跟您去青岛吗 还不是青岛 咱们呢 去安哥拉 安哥拉 安哥拉是哪啊 在非洲呢 张萌当时一听 啊 在外国呀 姐妹俩呀 都有点担心 哎呦 去不去呢 外地都没怎么去过 别说外国了 这一切都在高秋的意料之中 为了让姐妹俩放心 高秋啊 把安哥拉吹的是天花乱坠的 这也就赶上那个年代了 这要放到现在 拿出手机 啪啪啪一查 就知道怎么回事 他呢 拿出来随身携带的一摞照片 照片里边的酒店 嘿 富丽堂皇 吃饭的黑人白人 黄种人都有啊 一看就都是有钱人 再看服务员里边 确实有几个中国女孩子 穿着旗袍 哎呦 显得那么的高贵典雅 高秋就说了 萌子 这家酒店呢 是我老公的亲戚开的 在那挣的 可都是美元呢 你要是干好了 这一年 挣上十万块钱人民币 肯定是没问题 可是哪怕条件这么好 确实是离家太远 再者说了 出国打工啊 也得有一笔不少的路费 这让姊妹俩 始终不能下定决心 高秋也看出来 姊妹俩的顾虑了 这么着 我呀 给那个亲戚打个电话 他呢 说这个开酒店的亲戚 叫徐娟 打了一个电话 好说歹说啊 让对方答应下来 先替张萌 垫付签证费用 和出国的机票钱 等张萌 将来到了安格拉 挣到薪水之后 再从这工资里边扣除 张红张萌 一看这情况 哎呦 这个高兴啊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 天降横财啊 尤其现在 我是妙龄少女 待在中国 在家里边种地 这日子过不了 出国打工挣钱 又能贴补家用 还能为自己散下一笔嫁妆 如果运气好 没准在外边 还能碰上一如意郎君呢 所以张萌当时就同意了高秋的提议 甚至还说了 我自己啊 马上去办护照 跟着秋姐一块出国 见张萌已经上了钩了 高秋呢 反倒在那劝张萌 蒙蒙 你先别着急 等我电话安排 你呢 也回去跟父母啊 好好的商量商量 接着高秋啊 就借口家里有事 几天之后就离开通话了 给张萌急的都不行了 原来没这事的时候 在家里待的踏踏实实的 现在知道有事了 哎呦 巴不得早点走 他第一时间 就去通话市的有关部门 办理了出国护照 等护照拿到手了 立刻按照高秋的电话安排 把护照和出国检疫证明等各种文件 一起寄给了北京的一家专门办这些的中介公司 在这期间呢 其实姐姐张红还不太放心 专门到了县城找网吧 上网去查查这安哥拉到底怎么样 一查发现安哥拉呀 没有高秋说的那么好 但这时候的张萌 已经是被美梦啊 冲昏头脑了 几乎每天都得给高秋打个电话 询问具体的事情 出发的具体时间 而高秋呢 也不断的在宣传啊 安哥拉多好多好 你未来会多么多么幸福 2011年4月上旬 高秋啊 终于打电话告诉张萌 说你的出国签证办下来了 你啊 即刻启程去北京 张萌其实提前多长时间 就把这行李就打点好了 告别家人之后 就上了火车 在车站送别的时候 张红张萌是抱头痛哭 眼瞅着火车就要启动了 张红嘱咐他呀 你在国外照顾好自己啊 同时呢 还掏出一个笔来 在张萌的手心里啊 写下了一个自己刚申请的QQ号码 此时此刻张红张萌还没有意识到 正是这个QQ号码救了张萌一命 同时也为中国警方日后开展跨国营救行动 提供了重要线索 张萌辞别了家人之后 坐着火车来到北京 可到这以后 发现高丘没露面 只是电话通知他 找一家小旅馆先住下来 4月16号的时候 张萌呢 接着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说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 通知张萌 务必在当天下午两点之前 赶到首都机场 一点半不到张萌就到了首都国际机场了 这时候啊 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妇女正在等着他 这个女人呢 拿出了张萌的护照签证 还有一张当天下午4点飞往安格拉首都卢安达的机票 紧接着这个女人还介绍了另外两个女孩 都是要跟张萌一起出发的 这俩女孩啊 一个叫王霞 一个叫刘英 一聊才知道原来大伙呢 都是通话人 而且都是高丘介绍之下 一起去安格拉的酒店打工 一看有老乡陪着 这张萌心里边啊 觉得更踏实了 经过20多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安格拉首都卢安达 那么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张萌他们呢 经过将近2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终于是来到了安格拉首都卢安达 三个女孩一走出机场啊 就看到街站的人里边 有人举着那大牌子啊 写着他们的名字 来机场接他们的就是那个娟姐 长得挺清秀的 态度呢 哎 挺和蔼可亲的 这三个女孩子呀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哎呦 你看人娟姐人不错啊 在这娟姐的提醒之下 三个女孩呢 都在第一时间给家里边打了报平安的电话 随后啊 这娟姐就把他们带到了酒店派来的面包车上 并且以酒店要为他们办理本地电话卡和工作签证为借口 把他们的手机和护照全都收进自己口袋里了 三个女孩这时候可都没多想 他们呢 已经被异国他乡的这种景色所吸引了 可是这一路走着这三个女孩发现越来越不对劲 为什么呀 从机场一出来就看见这里啊满地的垃圾尘土飞扬 之前高秋跟他们说的可是富丽堂皇的一个繁华之地 怎么这地儿看着还不如我们村呢呀 街道上啊 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甚至看当地人啊 都是衣衫蓝绿屋所逝世的 张萌这时候啊 就皱紧了眉 正要转过头来好好问问娟姐的时候 这个娟姐呀狠狠的就瞪了她一眼 把张萌吓了一跳 刚才还和哀可亲呢 怎么现在这么厉害呀 啊 是刚才是演的还现在是演的呀 这好演员的啊 这应该上演员请就位呀 这个呀 一机灵之下 倒嘴的话也不敢说了 一个小时以后 这面包车终于是到了目的地 往外这么一看呢 已经远离市区了 到处都是坑挖不平的土路 到处都是土黄色的围墙 围墙里边啊 哪有什么高楼大厦 甚至连砖房子都没有 千篇一律的简陋的板房 面包车绕了几圈之后 停在了一道蓝色的大铁门前边 一看见这大铁门 张萌的心呢 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 这儿是什么酒店呢 连个招牌也没有 墙上还挂着铁丝网呢 更吓人的呀 在那铁门两边还站着俩黑人 手里边都端着枪呢 一看这副场景 别说张萌 刚才兴高采烈的王霞 刘英俩人呢也都吓傻了 这时候那轩姐呀 又恢复了刚刚的演技 在那微笑着安慰他们呢 姐妹们呢 这安格拉那战刚结束 这卢安达呀 治安比较乱 尤其最近针对咱们中国人的抢劫事件 很多 这不咱们酒店才聘请了这些保镖 保护咱们 也可以防止外人呢 非法闯入 反正现在到了人家的地下了 人怎么说怎么试呗 转眼之间 大铁门呼呼啦啦打开了 面包车呢就开进去了 紧接着又是两道铁门 其中一道铁门后边啊 还有一个简易的两层的瞭望台 站到那瞭望台上 可以清楚看到周围的情况 穿过这两道铁门之后 就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 院子两边是两排还比较新的那种板房 在院子的深处呢 是一座钢架木结构的两层小楼 这面包车在小楼前面停下来了 撒女孩走下来 这时候娟姐呀 喊过来一个中年妇女 这中年妇女呢 叫红姐 红姐 带几个姐妹先去楼上宿舍休息一下 随后这娟姐就走了 张蒙王霞刘英跟着红姐上了楼梯 就像二楼上面啊 那些房间 简陋粗糙 还真不如家里边呢 可是别看房间很简陋 但是每个房间门口都装着严密厚实的防盗门 甚至连房间的窗户上都焊着特别结实的铁栏格 红姐随后啊 打开了一个房间 也打开之后 里边一股子发霉的味道 同时呢 拿出来几条吊袋短裙和透明的短裤就扔到他们身上了 赶紧的 进去洗澡休息 准备吃晚饭 三个女孩刚一走进房间 砰的一声 这红姐把门就锁上了 直到这时候 张蒙他们意识到 不对呀 上当了吧 可是怎么办呢 都已经进了人家的魔窟了 在房间里边煎熬了几个钟头之后 外边啊 天色也黑下来了 楼底下呢 开始放上音乐了啊 也有三三两两 说话打闹的声音 房门这时候打开了 凶神恶煞的红姐带着两个保镖 就在门口 赶紧的 换好衣服下楼 迎客去 在红姐和打手的威逼之下 王霞和刘英 换上了暴露的衣服 就出了门了 可张蒙呢 一动不动 给红姐气的呀 一边骂着 一边就指挥打手 扑向了张蒙 就在这打手要碰到张蒙的时候 张蒙蹭蹭一下站起来 我不干 我要回家 把这打手都吓了一跳 没见过这样的呀 硬生生的就停住脚步了 为什么呀 张蒙啊 这时候手里 紧紧的攥着一个小剪刀 刀尖正对着自己的喉咙呢 红姐也吓住了 这怎么回事啊 僵持了一会儿 那个娟姐 还有一个自称老板 绰号叫豪哥的中年人 也赶过来了 大家软硬兼施 就想让张蒙啊 放下手里的剪刀 可张蒙也算是死了心了啊 宁可死 也不出卖自己的肉体 大伙都没想着外表柔柔弱弱的张蒙 怎么这么坚决啊 这时候娟姐啊 冲着豪哥和红姐 他们使了个眼色 大伙呢 就都退出去了 娟姐这才坐下来 想着安抚张蒙 蒙蒙 哎呀 我的好姐妹啊 既然有钱赚 何必苦了自己呢 再说了 这里可不是国内 豪哥在这可是很有势力 要知道在安格拉死个人 比死只蚂蚁还容易呢 可甭管这娟姐怎么说 张蒙这剪刀啊 始终不离自己的喉咙 眼瞅着 夜色越来越深 娟姐一看也没办法 也离开房间了 这一晚上啊 张蒙都没敢合眼 接下来一个星期 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 想让张蒙回心转意 可张蒙就是以死相拼 逼我 逼我我就死这 张蒙呢 保全了自己的真操 甚至还在这个魔窟里边 算是赢得了一点相对自由的空间 其实啊 这也不是这娟姐他们良心发现了 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这是局势动荡的非洲啊 张蒙不但没护照还没钱 就算你逃出去了 你怎么办 你回得了国吗 所以只要时间够长 你还不乖乖就饭呢 此外 娟姐呢 还特意安排了两个卖淫女郎 跟张蒙一块住 每天这俩女人呢 就跟这个张蒙聊天 哎呦 姐妹你知道我们干这活挣多少钱吗 可美了 同时呢 还给张蒙看色情录像 张蒙知道这些人想干嘛 她知道要想逃离这儿 就得想法联系家人 尤其是得联系上姐姐张红 一旦姐姐知道我现在处境 肯定想办法救我 可是我手机早让他们搅过去了 哎 对了 我姐在临行之前留给我一QQ号码啊 经过几天观察 张蒙发现了那两个卖淫的女人 因为是娟姐亲信 手里边呢 都有笔记本电脑 没事的时候可以上上网 这是急不可施啊 啊 一个星期之后 这张蒙利用房间里边没人的机会 偷偷的给姐姐的QQ就留言了 发出了求救信息 张蒙的姐姐张红 把这些情况跟通话市刑侦支队 副支队长王国这么一说 王队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如果张红说的事是真的 这可不是通话的问题了 这是国内近年来所罕见的一起境内外犯罪分子互相勾结 拐骗中国妇女的大案啊 于是王队立刻向通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卢永斌汇报了案情 卢队呢 亲自接待了张红 并且对整个事又再次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与此同时 接到卢队通知的刑警支队信息侦察大队的大队长 李林海 李队也赶过来了 一进屋 李队就通过互联网调出了张蒙给姐姐发的QQ留言 张蒙是这么说的 姐我上当了他们天天逼我卖淫接客这里简直就像监狱一样 这里还有十多个女孩都和我一样是被骗来的其中很多都是咱们通话的 姐快救救我我要死了快想办法救我回去再晚怕是见不到你和爹娘了 看完这些呼救信息把李队卢队还有王队他们气的呀 这时候卢队说了抓不到这些情人手救不出这些被拐骗的妇女 我们这些警察就别干了 马上向市局领导汇报 同时启动紧急刑侦预案 一定要尽快查到高丘这个舌头 王队和李队不敢怠慢着 他们呢 先把张红安顿好了 住在公安局招待所 然后呢跟着卢队开车赶到通话市公安局当面向市局主管行政的副局长孟庆然做了详细汇报 孟局听完情况之后是一言不发点着一根烟 过了很久他才说 前不久啊 我去公安厅参加会议的时候 咱们省委政法委书记马书记在会上讲了这么一细话 他说呀 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国际间人员交流的日益频繁 我国公民负境外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自由 在境外受到不法侵害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重要批示 要求公安机关务必设法保护 我国境外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 而对于相应的犯罪分子 不论他的国籍在哪都要依法追究 严惩不待 你们此刻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现在你们首先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第一 据报案人说 现在受害人失去人身自由 被禁锢在境外强迫卖淫 那里的外部环境 具体的内部组织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二 如果这件案子是由境内外犯罪分子 共同策划组织的 那么整件事情的幕后主使又是谁 第三 报案人说 被拐骗到当地被迫卖淫的中国妇女 还有十多人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 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出去的 孟局说完这番话之后 卢队副队他们一想 还真是这么回事 现在警方啊 只掌握了报案人所说的简单情况 另外呢 就是知道国内有一个高丘 如果贸然打草惊蛇 很可能会惊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案子一旦走漏风生 那些妇女的人身安全问题 可就受到严重威胁了 后果不堪设想 孟局 那您的意思是 不管运用什么手段和方法 一定要先行设法解救受害人张萌回国 以便我们了解跨国犯罪案件的详细情况 不过你们千万记住 在这个过程之中 绝对不能惊动任何境内外的犯罪嫌疑人 孟局的这个指示 对于案件侦破来说是有必要的 但是也是难上加难的 他们怎样才能在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之下 将张萌解救回国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公安方面的领导呢 做出了指示 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张萌给解救回来 事先先不能打草惊蛇 领导做完指示之后 民警们立刻就行动起来了 首先呢 卢队通过海关和外事部门摸牌调查吉林省通话地区 近来赴安格拉打工的单身女性的情况 王国王队还有李林海李队 他们呢 则连夜送张宏返回了通话线 并且跟他一起去到了张宏固定上网的那家网吧 里边锁定了张萌在安格拉的IP地址 又用张宏的口吻给张萌的QQ邮箱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在电子邮件里边啊 要求张萌在确保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 紧密的和犯罪嫌疑人在那周旋 在保证能够平安回国的前提之下 可以答应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一切经济条件 张宏还按照警方的部署给高丘打了一个电话 找了一个借口 说父亲呢 病重住院了 希望高丘呢 能够转告张萌 尽快回来一趟 做完这一切之后 刑警们能做的 就是等待了 可是等待的过程啊 是最煎熬的 他们呢 又担心张萌收不到消息 又担心境外的嫌疑人会扣住张萌不放 就在他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之后 突然来了一个好消息 这一天大半夜的时候 张宏接到了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 电话呢 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娟姐 徐娟打来的 他主动说 说张萌啊 由于父亲病重要求回国 再加上张萌在国外呢 水土不服 目前酒店已经同意和他解约 但前提是张家必须返还酒店 为张萌出国垫付的一切费用 一共是人民币五万块钱 一接到这个电话 张宏的眼泪唰就下来了 妹妹总算是有救了 当然了 如果说啊 你特别痛快的 毫不迟疑的把五万块钱交给他们 对方也会怀疑 因为他们都知道你们家庭条件不好 这里边是不是有诈 所以张宏还是按照警方的指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呢 反复的跟徐娟是讨价还价 最终达成了返还对方三万块钱的协议 其实张宏一家别说是三万了 三千也没有啊 平时真说拿出来三百块钱 那都是大数字了 可为了救自己的妹妹 张宏啊 没日没夜的 是走家串户 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去 这一幕幕 刑警们也看在眼里了 确实也都很感动 刑警们当时工资也不高 但是啊 大家还是从自己的口袋里边 你掏一百 我掏二百 就偷偷的塞到了张家的门缝里 与此同时啊 刑警们呢 也从上万条信息里面筛选出来了二十多名妇女的信息 这些人呢都是半年之内由通话市柳和梅和等县 以劳务输出为名前往安格拉的 疑似被拐卖妇女 过了一个星期 张宏终于是把三万块钱凑齐了 并且按照徐娟的要求 把钱全部汇到了一个浙江人的账户上 这个浙江人叫孙红宝 5月7号刑警们又等来了一个好消息 被拐骗到安格拉二十多天的张萌顺利回国了 接到消息的民警啊 立刻赶到了张萌的家 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 张萌和张红让刑警们吃了闭门羹 说什么也不配合了 甭管刑警们怎么做工作 姐妹俩呢 就是不跟警察见面 后来民警没办法 只能请示领导 听了汇报之后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孟菊 二话不说 立刻来到了通话县 这一回啊 张红终于是露面了 可张萌呢 还是反锁房门 说什么也不出来 孟菊也没强求 搬了一个小板子 在屋里一坐 就跟张红聊起家常来了 当聊到张红的父母体弱多病 这回为了赎回妹妹又让家里额外负担一笔外债时 就听见李屋啊 张萌 呜呜呜呜呜呜的就哭下来了 孟菊呢 这时候一起声 走到门前 孩子 我知道 这些天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这不怪你 要怪啊 就怪我们警察工作没做好 没有保护好一方百姓的平安 我代表通话市公安局的全体民警 向你还有你的家人郑重道歉 但是叔叔最后还有一句话 那就是我们绝不能让那些欺负你的坏蛋们逍遥法外 如果不能把这些恶魔绳之以法 那么他们今后还会去咬别人 还会去害别人 让更多的女孩子遭受和你一样的噩梦啊 孟菊这几句话呀 还真管用 紧闭的房门终于打开了 张萌啊 披头散发 站在门口哭成泪人了都 在得到被害人张萌的第一首证词之后 这起特大跨国拐骗中国妇女赴安格拉麦淫案 终于是露出了冰山一角 当年5月11号 通话市公安局将有关案情的全部材料上报吉林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又派专人和孟菊一起去北京 向公安部的相关领导做了汇报 公安部的领导非常重视 将此案列为了公安部督办大案 并且责承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刘永利牵头 成立426专案组进行侦查 专案组成立之后 刘永利局长带着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支队的支队长等人 就赶到了通话 在通话市公安局的紧密配合之下 接下来啊 就是布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了 专案组的民警们呢 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负责调查犯罪嫌疑人高丘的银行账户 这一查 这才发现从二月份开始 高丘的银行账户上出现了多笔资金汇入和周转记录 而资金的流出主要指向北京六里桥附近一家专门从事劳务输出的中介公司 也就是别人把钱打给高丘 高丘又把钱打给这个中介公司 在公安部的协调之下 专案组的另一路人马去到了北京 通过北京民航总局以及相关外事部门调阅了所有近期 由境内去安哥拉的年轻单身女性的出境记录 通过这些信息显示出来 其中一共是11批次 大概30来人和张萌一样 都是通过高丘啊 垫付资金 并且呢 都是由北京这家中介公司办理的去安哥拉的出国签证 最重要的是 这些疑似被拐卖妇女的出境时间和高丘账户上的资金周转日期是高度吻合的 此外 刑警们通过调查还发现 除了吉林之外 疑似被拐卖的妇女还涉及河南 广西 四川 安徽等多个地域 得到这些线索之后 专案组呢 立刻派出警力 对各地的疑似受害人家庭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走访 一方面呢 担心走路消息会惊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打草惊蛇 同时啊 也为了保护受害人隐私 避免给受害人家属造成心理负担 专案组要求刑警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密 这就给刑警的工作加大难度了 你这事说不透吧 你查不出来 说透了吧 这还不行 哎呀 这可怎么办 不过当时啊 赶上一个时机 什么事呢 利比亚当时国内局势紧张 内战是一触即发 中国政府啊 大规模的从利比亚撤侨 咱们包括之前看的演的特别火的电影 战狼啊 包括红海行动啊 都是以这次事件作为原型的 因为这个背景 所以呢 刑警们呢 就一律以外事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 以了解被调查人在非洲的情况为借口 开始了走访摸牌工作 在各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 终于摸清了所有疑似被拐妇女的基本情况 通过调查显示 犯罪嫌疑人徐娟 高秋等人 以先行垫付路费 高薪出国打工为诱饵 专门在国内招募那些家庭条件不好 一心想着出国挣大钱 想改变命运的女孩去安格拉 一旦这些女孩到了当地 就会和国内的家人失去联系 并且在失去人身自由 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被迫的从事卖淫工作 根据张萌的举报 尤其是通过大量的被拐骗妇女的这种情况摸牌 专案组呢 也搜集到了大量的证据 与此同时 这起大案真正的幕后黑手 绰号豪哥的浙江义务人 孙英豪 孙洪宝兄弟 也浮出水面了 既然知道孙英豪 孙洪宝都是浙江义务人 那去浙江查去吧 在浙江省公安厅的协助之下 专案组民警啊 也了解到差不多在2010年10月份 孙英豪呢 做外贸生意亏了本了 听老乡介绍 在安格拉做建材生意特别挣钱 于是带着弟弟孙洪宝 就到了安格拉首都卢安达考察市场 哥俩一到安格拉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遍地黄金的啊 发达国家呀 比我们一屋可差远了 当地的建筑业市场呢 完全被垄断了 在这儿做建材生意 那是死路一条 可是这时候啊 孙英豪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 由于安格拉呢 正在战后重建 所以啊 有着大量的劳工汇集在这儿 既有他们国内的 也有国外的啊 他就想着这么多大老爷们在这儿 他有生理需求啊 我要是在这儿 开个色情服务场所啊 来钱又快 我还能迅速的拓展当地的人脉 以后咱要干点什么大买卖 有人罩着 那不轻松多了吗 孙英豪他们打定主意之后 立刻回来 凭借着巧舌如簧 就拉拢了同乡和亲属 孙正奇 傅俊等人 筹集了四百多万 又返回了安格拉 在卢安达本飞卡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段 通过当地的一个叫玛丽丝的女人 以每年租金八万美元的价格 就租下了一片废弃的场地 孙英豪和孙红宝呢 就赶紧的开始施工了 又不用盖房子 又不用干嘛的 反正板房一搭就得了呗 并且把这个场所取名为中安国际娱乐会所 这也就是在当地呀 这要是在咱国内 你哪怕开个小超市 你说在板房里边大伙都不愿意去呀 就在会所建造期间 孙英豪呢 就偶然之间认识了 在卢安达一家中餐馆打工的服务员 徐娟 这徐娟呢 原本是河南人 几年之前 嫁到了吉林省通话县 后来丈夫呢 也是不小心吧 很不幸遇上了车祸 就瘫痪了 家境啊 由此就败落了 日子是一天比一天苦 徐娟呢 不想着一辈子过这贫困潦倒的日子 一狠心 把丈夫跟年幼的孩子 甩手就撂给公公婆婆了 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安格拉 刚一到安格拉呀 徐娟跟其他人一样 也想发大财 可是安格拉局势又混乱 自己又没有什么特长 只能在一个中餐馆当服务员 徐娟呢 就觉得自己年纪还轻呢 头脑也灵活 另外呀 长得也还不错 所以也不愿意一直干这伺候人的买卖 他一直想找发财致富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 徐娟就发现 安格拉别看挺混乱啊 但是消费水平可不低 人员成分的也很复杂 这要是在这弄个开皮肉生意的买卖 那绝对是一本万利呀 正好在这时候 他就碰上孙英豪了 俩人是一拍即合 徐娟意识到 这个出手阔绰的孙英豪 是能改变我的命运的呀 随后孙英豪啊 就让徐娟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 把他就带进了自己的会所 2011年3月 中安国际娱乐会所初步建成了 在没有任何资质 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之下 就开始市营业了 与此同时 孙英豪和徐娟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么他们到底想干嘛 他们这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孙英豪到了安格拉之后 算是跟徐娟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他俩呢 在所谓的中安国际娱乐会所市营业的时候 就制定了一个计划 由徐娟呢 独自一个人返回国内 通过自己的轴里高秋等人 在通化县一些贫困地区 以去国外做足聊足遇 当酒店服务员 一年能挣十来万这些花言巧语 拐骗几个年轻漂亮的农家女孩 轴里大伙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就是俩人的老公是一对兄弟啊 所以徐娟和高秋这是有关系的 这几个女孩到了安格拉之后 孙宁豪呢 立刻就指使弟弟孙红宝和几个打手 限制这几个女孩的人身自由 并且采取各种手段 威逼他们接客卖淫 同时啊 孙宁豪也见识到了徐娟的能力 于是提拔徐娟担任会所的副总经理 专门负责管理这些女孩子们 而且呢 还从这些女孩子卖淫的收入里边 给徐娟提成 2011年8月末9月初 专案组啊 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细致的侦查 以孙英豪徐娟为首的特大犯罪团伙 已经算是正式浮出水面了 专案组组长刘永利 和通话市公安局副局长孟庆然 多次去北京 向公安部的有关领导 做详细汇报 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就要求专案组的全体成员 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 把所有的这些中国妇女解救回国 2011年9月上旬的时候 公安部的相关领导啊 就建议 由公安部时任刑侦局处长尹国海 和通话市公安局副局长孟庆然带队 带领着专案组的几个精兵强将 就正式组成了中国警官特别行动小组 准备去安格拉解救被拐卖的妇女 同时缉拿犯罪嫌疑人 行动代号 在明确了任务之后 公安部呢 也将有关的案情通过外事部门 转发给了安格拉内政部 按照中安建交公报 以及国界之间交往合作的惯例 在接到中国政府发出的申请之后 应该呢 由安格拉共和国内政部 向中国公安部发出正式邀请函 只有这样 中国警官小组才能前往安格拉 可是公安部的申请函发出去之后 安格拉方面呢 迟迟没有消息 警管大伙啊 都听说过 这非洲大陆生活节奏慢 办事效率特别低 可人们谁都没想到 再低你也别这么低啊 本来只需要对方发几个传针 发几封电子邮件 就能解决的事情 竟然拖了一个多月 这才算有了回音 总算是可以启程出发了 2011年10月14号 中国警官小组的8名成员 就登上了飞机 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 在当地时间10月15号中午的时候 就到了安格拉首都卢安达 在出发之前呢 公安部的领导呢 也特别安排外事部门的 非洲问题专家 给中国警官特别行动小组 简单介绍了安格拉的情况 安格拉呢 是在上世纪70年代 才正式独立的 可随后啊 就是连年的内战 安格拉政府和反政府武装 一直到了21世纪初 才达成了停火协议 安格拉的面积呢 不大不小 120多万平方公里 可是全国人口只有2000万左右 并且安格拉 还是联合国认定的 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人均寿命都不到40岁 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啊 达到了四分之一 生四个孩子 里边就得有一个死掉 安格拉大部分地区呢 没有卫生条件 各种病啊 流行病啊 传染病啊 艾滋病啊 都是盛行 并且呢 因为多年战乱 枪支泛滥 治安极其不好 不过这对于穷苦老百姓来说是地狱 对于很多富人来说 这可是个好地方 安格拉盛产石油天然气和钻石 石油开采出口的这种巨额利润都让少数的那些大财团给垄断了 在安格拉首都卢安达 别看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啊 那些大佬们 那些高级官员们住的都是海滨别墅啊 甚至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有自己的游艇 这也是为什么孙英豪他们决定在这个地方来做这种卖银的场所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 大伙呢 终于是踏上了安格拉的土地 可是没走出机场 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 中国警官小组的全体成员排成一队 陆续的走出安检口的时候 保安呢 却把他们拦住了 以护照和签证有问题为借口 把小组里边唯一的一个女同志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支队支队长王宇飞 就给扣住了 并且把王队带到了安检口旁边 一间办公室里边 这事情很突然啊 大伙提前都没做好准备啊 带队的公安部刑侦局处长尹国海 还有孟庆然梦局等人立刻与卢安达机场的安保部门进行交涉 并且通过电话紧急和中国驻安格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联络 不过电话还没打通呢 机场的警卫啊 毕恭毕敬的就把王队给护送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机场的保安队长想向王队要一笔贿赂 而王队呢 临危不乱 用英语啊 义正词言的就告诉对方 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来的高级警务人员 是受安格拉内政部的邀请来这儿供干的 对方一听哎哟内政部请过来的哎哟 这还是中国的高级警务人员 他们太清楚中国的国力有多么强大了 所以啊 立马就把王队毕恭毕敬的送出来 这才知道自己差点惹了大祸了 出来之后负责接机的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以及呢 当地的一家中资企业 中铁某局驻安格拉原建项目部 那么这个项目部的总经理姚远呢 是专门过来接机 并且负责中国警官特别小组的接待工作 随后大伙坐上车 就打算开往驻地 可是一上车 王国王队 就发现这车的挡风玻璃不太一样 一打听才知道 这辆面包车装的可是防弹玻璃 姚总 这还至于装防弹玻璃啊 嗨 近些年呢 从咱们国家到安格拉务工的各类劳务人员 将近十万人 但是咱们国家的这些工人呢 在卢安达得不到安全保证 针对中国人的恶行案件 经常发生 所以中资企业呢 大多雇佣当地的黑人 持枪保护 即便像我们中铁 这样受到安格拉政府大力保护和扶持的单位 也曾经遭遇过多起属下员工 遭到抢劫绑架的事件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我们公司啊 不得已 这才配了这辆防弹车 其实这辆防弹车呢 平时啊 只有公司的财务采购人员出行的时候 才能够动用 中国警官特别行动小组 在安格拉这一段时间 这辆车以及这车的专职司机 就都归警官小组调遣了 第二天一大早 警官小组的全体成员就投入到工作之中 按照事先的安排 尹国海和孟庆然 负责与安格拉内政部 以及当地的警方联络 而卢永宾卢队则带着王国王队 还有李林海李队 外出摸牌犯罪场所 还在国内的时候啊 刑警们就已经通过受害人 张萌提供的线索 大致了解了犯罪场所的外部特征 和周边的情况 据张萌回忆 当初呢 曾听那个叫徐娟的娟姐说起过 这个场所应该是位于卢安达的本飞卡区 虽然没有招牌和门牌号码 但有两米高的围墙 上边呢 有铁丝网 有蓝色的大铁门 在附近 还有一处中国人开设的砖场 如果是在国内 刑警们要是有这么详细的周围的地形啊 那是守到前来 只要在本飞卡区找着砖场 就能锁定目标了 可是当大伙 在这个安格拉离开中铁公司驻地之后 这才知道 原来中国人在卢安达开设的砖场 有十几家呢 并且大部分都在本飞卡区 那怎么办呢 一家一家找呗 刑警们呢 先绕着本飞卡区转一圈 然后呢 对一寺的场所进行拍照取证 可是刑警们 在本飞卡区转了这一圈之后 发现麻烦事更多 张萌呢 说那个场所拉着铁丝网 土黄色围墙 蓝色大铁门 可在这这么一看呢 嘿 所有建筑都这样 哎呀 这可怎么办 刑警们呢 只能是给这些场所都拍下照片来 以便传回国内 让受害人辨认 到了晚上 大伙呢 就都回来了 也顾不上消息 赶紧的通过网络把相关的资料传回去 可是啊 安格拉的网络传输条件特别的落后 传一张照片就得两三个小时 折腾了大半宿 传过去的照片还都让张萌一一给否定了啊 这个不是 那个也不是 英国海处长和孟局那边也遇到了困难 安格拉当地啊 政府办事效率太低 中国警官特别行动小组跟安格拉内政部的会晤本来在出发来安格拉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 可是到了安格拉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安格拉方面呢 是一拖再拖 当天呢 就没有见上面 10月17号上午 尹处和孟局在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 再次来到安格拉内政部 而这一次对方终于说啊 说哎呀 不好意思啊 他今天还见不成 为什么见不成 我 我们领导啊 现在在国外度假呢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玩得正开心的 你看看 这就是当地政府的办事能力 办事效率 这个回答 让尹处孟局是啼小皆非呀 啊 说什么呢 什么也说不了啊 你这得入乡随俗啊 俩人呢 就又返回驻地 把到达安格拉之后三天以来的情况都向国内进行了汇报 同时呢 和驻安格拉使馆再次进行联络 争取使馆方面的支持 在第四天 也就是10月18号 中国警官小组接到了使馆的电话通知 中国驻安格拉特命全权大使高克祥 刚从国内述职回来 今天下午就在使馆会见警官小组 当天下午两点 警官小组啊 就来到了大使馆 在会见之中 高大使就介绍说 目前在安格拉的中国人 除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劳务技术人员之外 还有大量的个体经营者 主要从事工程承包 服务业 还有商品开发等等 在安格拉的中国国有企业呢 管理比较规范 而一些私营企业 管理上啊 防范措施上啊 相对滞后 再加上中国公民出去的时候呢 随身喜欢携带现金 并且通过外形就容易辨认 当地人也知道中国人有钱 所以呢 各种各样的危险事件呢 也会时有发生 高大使说 他已经接到了外交部的指示 一定会全力配合警官小组 在安格拉的工作 就在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使馆工作人员 着急忙慌的就跑进来了 向高大使和警官小组啊 通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着急忙慌的就跑过来了 说就在刚才啊 一个在卢安达的匿名的中国男子 给使馆打来举报电话 在电话里面说呢 昨天晚上在一处由中国人开设的 夜总会里边休闲消遣的时候 一个夜总会的按摩小姐 偷偷的塞给他一张求救纸条 希望他能和中国驻安格拉使馆 取得联系 解救自己回国 这个打举报电话的男的还说 女孩在纸条上边写了自己的姓名 和国内的地址 他是吉林省通话县人叫刘英 是几个月之前被拐骗过来的 据那个男的描述 夜总会的名字是中安国际娱乐会所 位于卢安达市本格拉海边公路 和环城高速公路的交汇口呢 嘿 这一下可是把相关的情况全都给弄清楚了 可这个工作人员呢 又说 这个男的在说完这些内容之后 就把电话挂断了 随后关掉了手机 再也联系不上了 尽管如此 警官小组的成员们还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个求救的刘英 不但和警方手头掌握的资料完全相符 而且他是和之前了解到的受害人张萌 一起被拐骗到安格拉的 警官小组呢 立刻返回驻地 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确定犯罪场所的准确位置 10月19号一大早 八名中国警官就分成了三组 在中铁公司向导的带领之下呀 分头进入了本飞卡区 开始了新一轮排查 这次排查的重点 就是举报人说的 那本格拉海边公路和环城高速公路一带 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 这警官小组的成员们呢 终于初步认定了举报人说的那家夜总会的准确位置 可是这家夜总会到底是不是孙英豪的中安国际娱乐会所呢 大家可没有绝对的把握 这时候啊 大伙就琢磨着 最好能派人进去看看去 可是警官小组的成员都是北方人 对安格拉当地的环境呢 又不熟悉 如果贸然进入会所 言谈举止之中 很可能就露出马脚了 当务之急 就是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 不容易引起对方怀疑的人进去勘察 这想法一提出来 大家呀 都想起来了一个人 这人呢 叫陈冰 二十岁出头 老家是四川的 两年之前部队复原之后 靠着出色的驾驶技术 就被中铁四川分公司录取了 半年之前派到安格拉工作的 这陈冰呢 踏实能干 人也挺机灵 经过这几天的接触啊 警官小组的刑警们 都喜欢这小伙子 第二天上午 趁着工人们上班都走了 王队和李林海李队 俩人呢 特意买了盒好茶叶 就来到了陈冰的宿舍 大伙呢 年纪都不大 这几天又朝夕相处 挺谈的来的 这好茶喝完了 俩刑警可就聊起来了 各自说自己办案的那些惊险的经历 给陈冰听的呀 哎呦 对他们 可崇拜了 大哥 不瞒你们说 当初我从部队转业的时候 还真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派出所当警察呢 只可惜我父母 尤其是我女朋友反对 说警察工作太危险 挣钱又少 这才进了中铁公司 可是说实话 我内心呢 一直很后悔 当时要坚持自己想法 现在我也能除暴安良了 其实咱们再说回来 当时他父母女朋友反对啊 就是考虑他的个人安危 哪成想 进了中铁公司 来了安格拉 这更危险的 听陈冰这么一说 王国王队跟李队 就跟他说了 小陈 其实你不用当警察 一样能帮着我们打击罪犯 除暴安良 听王队话里有话 小陈愣了一下 一边的李队呢 就开始说了 小陈啊 你知道我们这次来安格拉的具体任务吗 不知道 经理早就告诉我们 不许向你们提任何问题 不过从你们这几天的行动上来看 你们是来这 抓坏人的吧 说的没错啊 我们是来这抓坏人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要解救一批人回国 啊 解救 行了 经过这几天接触 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你是个特别正义的兄弟 接下来啊 我要说的话 全跟这起案子有关 你了解详情之后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警方 做一项工作 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点危险 如果你拒绝 我们能理解 不过希望你一定守口如瓶 别跟别人说 明白吗 明白 接下来 王国王队 就把案件的来龙去脉 详细的 跟陈兵就说了 没等王队最后说完 陈兵啊 已经是气得咬牙切齿了 我这辈子 我最恨那些欺负女人的混蛋了 王大哥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知道你们肯定是人手不够 你只需要告诉我 什么时候行动 我陈兵绝对第一个冲在最前面 行 谢谢你兄弟 有你这句话 我们这些当警察的 再苦再累也值了 不过抓坏人 可不能让你们冲在最前面 要不让我们警察干什么 再说了 现在还不是抓坏人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确定犯罪地点 还有犯罪嫌疑人 我们几个呢 都是北方人 加上对这儿的情况也不熟悉 跟当地人打交道 容易露马脚 因为这些女同志 都是东北过来的 我们有东北口音 所以呢 我们希望啊 你能以一个普通客人的身份 进入犯罪场所 了解情况 重点就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 做好了这些 你可就算帮了我们大忙了 那好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王队和李队立刻拿出来犯罪嫌疑人 孙英豪和徐娟 以及受害人刘英等人的照片 让陈冰反复的在那看 让他牢牢的记在心里 王队他们反复的嘱咐陈冰 进入犯罪场所之后 一定小心谨慎 首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不能莽撞行事 在孟局的指挥之下 王队李队带着陈冰一块开车 就到了嫌疑场所附近 最后嘱咐一番之后 陈冰下车了 他呢 向着中安国际娱乐会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王队他们呢 在外边是焦急的等待着 转眼就过去了一个小时 可陈冰还是没出来 哎呦 别出什么事吧 大伙那心呢 都低流到嗓子眼那了 因为据受害人张萌说 除了大门口 有黑人警卫拿着枪把守之外 会所里边的保镖也随身带着武器 大家都担心陈冰 有暴露的风险 王队呢 立刻拨通了陈冰的电话 就说公司有急事 让他赶紧回来报道 陈冰还真接电话了 十来分钟之后 晃晃悠悠的 走出了会所的大门 大伙 这才长舒一口气 李队开车 来到陈冰身边 一开车门 陈冰蹭蹦一下就跳上车 这时候 王队就发现陈冰啊 眉头都皱到一块了 兄弟 怎么样 见着照片上那几个受害人了吗 没有 我进去之后 要了个洗脚的服务 可那个女孩 根本不是你们照片上的人 王队一听 额头上就开始冒汗了 难道判断有误啊 找的这个地方 并不是中安国际娱乐会所 就在这时候 王队啊 突然发现陈冰的表情 非常诡异 王队突然就明白过来了 一把就搂住陈冰的脖子 行吧小子 你骗我啊 陈冰再也没法掩饰住了 在车里边手舞足蹈的 哥哥哥 行行行 我说实话 那儿啊 果然就是你们要找的地方 你怎么确定的 我虽然没看见受害人 但我认出来一个重要人物 就你们说的那个娟姐 你没看错啊 绝对没看错 因为我是生面骨 他呢 还特意跟我聊了会儿天 问了一些 关于我们中铁公司的情况 临走的时候 还跟我留了电话号码 让我有空 介绍同事去玩呢 说着 从衣服兜里边 拿出来一张名片 王国王队接过来这么一看 名片上就印着徐娟的名字 还有一个安格拉当地的手机号 正是几个月之前 和张红通电话的 那个手机号码 至此 经过几天的努力 在安格拉的犯罪场所 和犯罪嫌疑人 终于得到确认 警官小组啊 立刻通报国内专案组 和中国驻安格拉大使馆 在高克祥大使的斡旋之下 安格拉内政部终于答应 和中国警官小组见面 商量解救中国被拐妇女 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的事情 10月24号 也就是中国警官小组到安格拉的第十天 全体成员在驻安格拉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 下午三点来到了安格拉政府办公大厦 跟安格拉内政部国际合作司 时任司长纳斯门多萨 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 举行了正式的会谈 在会上啊 孟菊通报了中国警方 侦查这起案件的详细经过 指出犯罪嫌疑人 孙英豪和徐娟等中国籍公民 涉嫌拐骗妇女 以及组织强迫引诱容流 介绍卖淫 等两项罪行 尹国海隐处呢 也表明中国警方对此案的意见和态度 要求安格拉方面 协助中国警官小组 安全解救全部被拐卖的中国籍妇女 在安格拉方面的配合之下 抓捕全部涉案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还要允许中国警方彻底搜查卖淫场所 收集相关物证 在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到案之后 由安格拉方面负责提供临时讯问场所 和人员羁押安置场所 配合中国警方对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 进行初审和甄别 并且尽快安排全部涉案人员的遣返事宜 安格拉内政部 时任刑事侦察局局长 胡里奥里纳卡多就说了 本着中安两国一贯的友好协作精神 安格拉政府已经责承内政部 和刑侦局等相关部门 全力配合中国警方 解救行动结束之后 相关中国籍涉案人员将会统一安置在 安格拉移民局大楼里面 在涉案人员遣返问题上 安格拉内政部和相关外事部门 一定会简化程序 尽快安排全部的涉案人员返回中国 随后啊 双方正式商定好了 行动时间定在会议的第二天 也就是安格拉当地时间10月25号 晚上10点 这次会见的过程很顺利啊 安格拉方面呢 态度非常友好 办事效率呢 也没之前那么低了 这跟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可不一样 直到商量完了 大伙呢 上了车返回驻地的时候 一名中国驻安使馆的工作人员 才给大伙解释 原来啊 为了帮助警官小组 尽快完成任务 高克强大使做了大量的工作 尤其是警方查到了犯罪嫌疑地址之后 高大使呢 通过私人关系 找到了安格拉当时的副总统 俩人呢 是老朋友 因为有副总统的直接干预 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 这才改变了之前的拖沓的作风 这效率才大大的提高 回到中铁公司驻地之后 大伙也顾不上休息啊 把有关情况通报国内 并且呢 紧张筹备第二天的解救行动 上级领导指示完了 计划做出来 这一宿也就过去了 天色也开始蒙蒙亮了 得了吧 别睡了啊 并且现在大伙是斗志昂扬 也睡不着 马上可就要行动了 那么这次抓捕行动 能不能顺利开展 2011年10月25号 当地时间晚上10点 安格拉内政部和当地的警务官员 会同中国警方特别行动小组 一起来到了中安国际娱乐会所 这时候啊 就看到会所围墙外边 已经被安格拉派出的上百名 全副武装的警察给包围住了 在中国警官小组的指引之下 安格拉警方是破门而入 冲过了中安国际会所的三道大铁门 大家进去这么一看 跟事先了解的情况一样 所有的宿舍里边啊 都装上了防盗门铁栏 就跟监狱是一样的 在安格拉警察的协助之下 中国警官小组很快就把会所里面 几十名涉案人员集中到了院子里边 按照性别分成了两组 中国警官呢也分成两组 一组由尹国海引处带领着 和安格拉警察挨个的排查场所里面的全部防线 另一组呢 由孟菊带领着 在院子里边对涉案人员进行甄别 很快二十来名涉嫌嫖娼的男性客人就被找出来了 随后会所的管理人员 包括孙英豪徐轩在内的十名犯罪嫌疑人都被单独隔离了 这时候院子里啊 就剩下六名女性 其中两个年纪都挺大的了 这肯定不是卖淫的 明显是后勤服务人员 李林海李队和王雨菲王队对四名被拐卖的妇女进行询问 可是这四名女同志啊 看见满院子鹤枪实弹的黑人警察 早吓得魂都丢了 甭管怎么安慰 就是一个劲的哭啊 要么一说话就是颠三倒四 一看这情况 专案组发现不对啊 这么大的地方 只有四个被拐卖的妇女 来这里消遣的客人那么多啊 分不过来啊 这不合常理啊 并且梦菊通过观察这四个女性 发现这四个女孩里边没有一个是吉林通话人 梦菊转身就走进一个房间 把正在突审犯罪嫌疑人徐娟的卢永斌卢队和王国王队就叫出来了 人数不对 卢队说了 是啊 我也发现了 徐娟说其他几个女孩出去参加老乡聚会了 他胡说八道 那些女孩不可能自由行动 而且这么晚了 他们更不可能离开这 你继续进去 审问徐娟 王国 你跟我过来 孟菊说完 立马转身 走向了其他嫌疑人那 王队呢 紧跟在梦菊身后 一排嫌疑人呢 都蹲在墙根那抱着头 忽然其中有一个人偷偷的抬了一下头 表情很惊慌 正好让梦菊碰上了 王队随后过去 一把就把这个嫌疑人给拽起来了 把他带到房间里面 就对他进行突审 我们是中国来的警察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你的国籍 中国 你叫什么名字 今年多大了 我叫何振 19岁 这个年轻人呢 小脸煞白 浑身的在那抖着 你在这负责什么工作 保安 多久了 不到半点 梦菊呢 一开始是在旁边看着 这时候走上前来 何振 情况你都看到了 别的话不多说 我现在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 记住 只有三秒钟 现在你告诉我 那些女孩 被你们藏在哪了 他们 他们 好了 三秒钟到了 很遗憾 你已经错过机会 王国 换下一个 不要 这时候这个年轻人 突然死死的就抱住了孟菊的腿 叔叔 警察大叔 我知道他们在哪 你们刚到外面的时候 红姐就带他们进了地洞 快说 地洞在哪呢 就在大厅 八台后面 这时候 刑警来到八台所在的大厅 在何振的指引之下 大家这才注意到 八台后边 有一个 镶在墙壁里的玻璃酒柜 梦菊走上去 使劲这么一转 这酒柜啊 就转了过来 是一个伪装的暗门 就跟大伙看影视剧里 看的差不多啊 这个暗门打开之后 藏在后面的 是一个阴暗空气混浊的洞口 高度戒备的安格拉警察 立刻冲了进去 十几支步枪啊 枪口同时指向地洞 就听大伙在那 拉动这个枪栓 卡卡卡卡 孟菊他们呢 也担心地洞里边的 被害的这些妇女同志们 被警察误伤 几名刑警 立刻冲到了洞口 王与飞王队 更是冲着里边喊 里边有人吗 我们是中国警察 来这里解救你们回国 喊了几次之外 就听见地洞里边啊 传过来隐隐约约的 哭泣的声音 可是没见到任何的动静 安格拉警察一看情况 又举起来手里的枪了 就在这时候 王与飞队长又服下身去 孩子们 别害怕 我是吉林省公安厅 打拐支队支队长 王与飞 这里还有通话市 公安局的民警们 请务必相信我们 孙英豪和徐轩 都被我们抓住了 你们很快就能回国了 这话一说 里边那哭声 哇就都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 一个满脸眼泪的中国女孩 就出现在洞口了 王队一把就把她拽出来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包括向大使馆发出求救信息的刘英 和犯罪嫌疑人洪解在内 一共竟然有16个人 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女孩 在确认了中国刑警的身份之后 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了 是相拥而泣 王与飞王队呢 看到这场面也控制不住了 抱着跟这些女孩们呢 可就哭成一片了 与此同时 负责搜查犯罪证据的 尹国海演出那边 也有了重大突破 在这个娱乐会所内部 中国刑警不但发现了会所 强迫受害人脉淫所使用的 催情药品和各类性工具 而且缴获了有关非法性交易的账本 各种记录收款明细 还有两支AK系列冲锋枪 还有几十发子弹 在仔细搜索了犯罪场所之后 中国警官小组和安格拉警方 压介着全部的涉案人员 赶到了安格拉移民局 警官小组的八名成员呢 也顾不上休息 直接在移民局的看守所里面 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讯问和取证 国内专案组的其他成员呢 也第一时间得知境外的犯罪窝点已经被端掉了 立刻在公安部的协调之下紧急收网 抓获了在国内拐骗妇女的高秋等五名犯罪团伙的成员 在和受害的这些女孩子进行交流的过程之中 这些女孩子们的讲述啊 确实让在场的人员都非常动容 有一个女孩说 我是听了秋姐的介绍才去到安格拉 我原来在国内一家酒店当服务员 一个月累死累活 就一千来块钱 当时秋姐跟我说 那边有她嫂子开的酒店 有喜狱 有KTV 还有族裕 但她没跟我提过卖银的事 就说那边挣钱多 一年能挣十万块钱 我当时缺钱 我就决定去了 当时我有个男朋友 他不同意我去 我跟他说做一年 就回来跟他结婚 他才同意了 至于我的父母 他们现在都不知道我出国了 走的时候 我骗他们说去北京打工了 等我来到这 我看到这些国内来的女孩的衣着打扮 我就知道 肯定是干那种事情的 我不同意 但是他们又打又骂 后来一直在威胁我 我实在没办法 也就同意了 你们现在是把我救出去了 可我回去 怎么见我的家人 和我男朋友啊 我父母知道了 一定得打死我 男朋友肯定也不要我了 我恨死这帮畜生了 另外还有一个女孩说 他呢是被一个网友 介绍去的安格拉 到那之后啊 发现是卖银的 打死都不从 可是啊 这些人们天天在他耳边 说着给他洗脑 这个女孩第一次接客 是被老板孙英豪 直接叫到房间里去的 这个客人一看见这女孩 按在床上就强奸了 完事之后 这女孩子想自杀 还用一把水果刀 把手腕给割了 结果被保镖发现了 紧急救助 这才救回来 随后呢 给他放了几天假 这个女孩说呀 如果不是警察 第一时间把他救出来 他一定是活不下去的 警方人员 面对着这一个个 受害的女孩子 想尽一切办法 在那安抚他们 并且还向他们承诺 一定会保护他们的隐私 绝对不会让这些女孩 回国之后 受到二次伤害 民警们 还用自己有限的资金 给这些女孩 买来食品 买来水 还有一些女性的 卫生用品 2011年11月2号 在解救行动成功之后的 十天以后 通过中国驻安格拉大使馆的 斡旋 在安格拉政府 有关方面的权力配合之下 中国警官特别行动小组 把19名被拐骗的中国女孩 先行护送回国 又过了时间 2011年11月13号 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我经过查询 没有找到全部人员的判刑结果 但是找到了主要犯罪分子孙英豪和徐娟的判决结果 吉林省通话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2013年10月31号 以被告人孙英豪犯组织卖淫罪 判处有期徒刑6年 在2016年9月27号的时候 吉林省通话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减刑决定 最终的刑期是截止到2016年11月14号 那么犯罪嫌疑人徐娟呢 是在2013年10月31号的时候 吉林省通话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罚金人民币15万元 2016年7月15号的时候 做出了减刑的决定 刑期是到2016年1月29号截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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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